《Lun Son》 哈囉大家好我是彩妝師Gini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男生如何在鏡頭前面畫出一個自然好氣色 其實畫一個自然妝跟素顏也是會有差別的喔 如果你想知道我怎麼讓模特兒 在鏡頭前面呈現出一個像素顏的感覺 但是它是一個有氣色的妝容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就一起看下去囉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先確認你已經追蹤我的頻道囉 我們先使用一個深色的粉底液 這是博透的粉底液喔 在手上然後我們再推到我們的臉上 快速的輕輕推開 那你也可以用點推點推的方式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像眼周這種需要比較少粉底的 我就會用輕輕的找過去的手法 接下來我們要選擇一個明亮膚色的粉底液 我要打亮它的眼下鼻子中間 我們先將粉底液直接沾取到手上 輕輕的點在它的眼下 注意我只有點在它的眼睛下方喔 使用明亮的粉底點在眼睛下方 會讓它眼睛下方有膨起來的效果 所以臉就會看起來比較立體一點點 剩下的粉我會帶到眼睛周圍輕輕的推開 剩下的粉我會帶到眼睛周圍輕輕的推開 這裡是用遮瑕液 我們從眼睛下方慢慢的用指負點壓 使用按壓點壓的方式慢慢拍到眼睛周圍 那你再看其他還有哪裡需要遮瑕的地方 再做局部加強 接下來我們使用的是冷色調的修容餅 那我使用大隻的刷子 先大面積的掃在我的下骨旁邊 然後還有我的顴骨旁邊 最後再帶到我們的眼睛還有鼻子 那這個方式會讓男生的輪廓更加的立體明顯一些些 我們拿一支乾淨的眉梳 把我們的眉毛先梳開來 男生如果你的眉毛是比較濃密的話 我們一定要先把它梳開來 局部空洞的地方用 灰棕色的眉筆或者深灰色的眉筆 局部的加強 眼睛比較少的位置 接下來我使用根根分明的睫毛膏 它會讓你的眉頭看起來比較立體 讓你整個眼神也會看起來比較聚焦喔 接著我使用一個淺咖啡色的眼影 來增加它眼睛的深邃感 那雖然這個顏色上上去看起來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它打開來的時候看起來是會有效果的喔 它會讓模特兒的眼睛在鏡頭前面看起來更自然立體一點 然後接著我再換另外一個暖色調的修容餅 只用一個平的刷子 斜斜的刷在它的顴骨旁邊而已 我就沒有再刷到其他地方囉 不像剛剛那一塊冷色調的粉餅一樣要刷到比較多的位置 這裡只是局部加強而已 接著我使用橘色的打亮 那沾取旁邊的粉色的打亮 局部上在它的眼睛下方 那因為模特兒的臉型比較長 所以我用稍微畫平的方式往旁邊畫 什麼樣子 我先用一個裸色的霧面口紅來打底 我們用一張乾淨的衛生紙 把多餘的口紅壓掉 它會看起來比較自然 接下來我們再上一個粉色的 這是用來中和model比較暗沉的唇色 一樣是輕輕的刷上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 我們再拿衛生紙把它壓掉 最後我們使用一個亮的桃紅色 輕輕的壓到模特兒的嘴唇上面 那不要看這個顏色看上去非常的明亮 待會我們會用一個深咖啡色的眼影再壓一次 就可以完成今天的妝容囉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想看更多關於男生的彩妝影片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喔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追蹤我的頻道喔 追蹤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朋友們